都是肛肠可常见的疾病 但是疾病是非常 就是十人九治十女十治 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肛肉脓的发病率比 疾病要少一些 但是就是说 如果假如说是有的人 肛门有啥不是 疼痛或者出疼疼 出血啥都觉得是智肠 其实有的人多了肛肉脓肿 自己可能因为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肛肉脓肿 然后可能就以为多了智肠 用一些智肠的药 用了以后可能不会缓解症状 反而会延误病情 耽误病情 它一般情况下 智肠的话 它是就是外头有肛门外头有 肛门脱出 伴有有的人会伴有便血 疼痛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就是先保守治疗用药 如果用药不行 可以采取手术 内扎外拨手术来治疗 肛肉脓肿是一般有的人是 如果肛门局部的感染的话 他就说肛肉会出现一个 一个肿块 然后它是伴有红肿 热痛 然后烧疼 如果假如说是位置比较高 位置比较深的话 它肛门外头没有症状 它在里边就是伴有笑变不畅 大变不顺 大变排不出来 然后有肛门里边下坠 憋障 烧灼 就是疼痛不适 伴有高热 许多患者会伴有高热 这种话 它就是肛中浓肿 然后要尽早到医院 到专科医院 让专科医生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